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呢,外面的天气呢 看起来非常的让人舒服 阳光灿烂 我的心情呢,也格外好 因为呢,我收到一件礼物 就是我眼前呢,这一颗包装的严严实实的卡特兰 这是一颗呢,Brasso-Cathalia Maikai Mayumi 它是我心心念念好久,寻而不得的一颗兰花 也许呢,在你的城市里呢,它并不少见 但是在多伦多呢,我从来没有找到过 这颗兰花呢,是我的朋友Peter 从温哥华托人带给我 辗转两天,昨晚呢,才到我手里 因为昨天晚上呢,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没有动它,只是打开看了一眼 Peter,非常非常感谢你把它包装的这么好 看起来完好无损 这个Spagnum Mask呢,现在还有一点潮湿 看起来呢,非常完美 你说这个,它来的时候是裸根的 所以呢,我等一下呢,会把它打开看一下 那现在呢,看起来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心芽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如果你想要哪一颗兰花碰巧我有的话呢 那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也一定会送一颗到你的手上 让你也感受一下我现在的喜悦心情 这个Bressel Catalia Mica Miomi呢,它是 Primary Hybrid Between Brassavola Nodosa和 Catalia Borgiana 两颗母本的兰花呢,都是我喜欢的 非常喜欢的 Bressel Catalia Nodosa呢,特别特别香 不过呢,它只在叶里有香味 那我相信呢,这一颗可能也是类似 它的叶子呢,看起来比那个Bressel Catalia Nodosa呢 稍微的宽一点,大一点 可能更像是Catalia 但是还是很纤细,很好看 它的花形呢 我现在呢,最近呢,我特别喜欢那种比较纤细的花瓣 它的花瓣呢,它的花瓣和鹅瓣呢,都很纤细 粉色的,粉紫色 纯瓣呢,是圆圆的,宽大的 也是粉紫色 但是呢,它的颜色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变得浅一点 据说它的花期呢,是非常的长 纯瓣上和花瓣上呢,有深色的,深红色,深紫色的斑点 看起来特别漂亮 我最近呢,特别喜欢这一类型的花瓣纤细的兰花 我回头试着呢,找一张照片 看我能不能把它插到这个video里面 好了,那我现在呢,就把它稍稍收拾一下 找一个合适的容器给它 再次感谢你Peter 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好心情 都有愉快的一天 谢谢 谢谢